韩国货运工会货物连带的罢工进入第15天 政府对钢铁石油化学制品运输领域发布开工令 并从8日下午起对运输公司展开现场调查 政府8日上午在临时国务会议中决议 对钢铁石油化学制品运输领域发布开工令 这距离11月29日对水泥领域发布首个开工令 时隔9天 政府表示当前形势严峻紧迫 没有时间等待货物连带罢工人员主动复工 钢铁石油化学制品的出货问题 有可能扩散到汽车 造船 半导体等 我国经济的核心产业 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邱清浩表示 综合考虑集体聚运造成的损失及影响 决定将开工令的范围扩大至钢铁和石化领域 政府即刻对钢铁石化领域的罢工人员执行开工令 此次开工令的对象总计1万余人 其中钢铁领域运输从业人员6000余人 石化领域4500余人 涉及运输公司200余家 政府组建联合调查组从当天下午起 对运输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收到开工令的运输公司和货运车主 必须在命令送达次日晚12时前复工 若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复工 将受到为期30天的禁运 暂停资格等行政处分 货物连带称 外界夸大部分工会成员退出罢工的情况 尹熙悦总统针对罢工发表厌恶性言论 政府正在否认宪法保证的劳动争议权 该组织敦促停止对罢工进行不正当攻击